工作人員忙著分裝 其中餐餐不可少的豬肉料理 是國中小學同中午 填飽肚子的營養午餐 但元旦梅豬進口 難保孩子吃下肚的豬肉 不含萊克多巴胺 對此彰化縣長硬起來回應 一個萊豬商標 你就是萊豬專賣店 讓大家知道你就是賣萊豬 王惠美在議會接受質詢提到 彰化嚴格禁止萊豬進入校園 如果團善員工檢舉 查證屬實就會發放獎金 廠商將會永不入用 還有罰則問題 甚至被貼上萊豬專賣店的貼紙 雖然中央已經規定 校園營養午餐禁用萊豬 但彰化縣開第一槍 沿你萊豬進入校園的罰則 還是讓家長安心不少 公布給家長知道 這個學校的廠商是有萊豬的 彰化線硬起來 就為了保障產地台灣豬 不被便宜的美國豬影響生計 當地豬農也叫好 不過豬肉進口商也說 美豬進口無從檢驗 是否含有萊克多巴胺 質疑政策不完善 至於除了校園 萊豬貼紙會不會延伸到民間餐廳 目前縣府沒有規劃 記者陳盛委許醫文 李雲傑 彰化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 YouTube 頻道 通常